大家好,我是对妈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种得势不卷边起针法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线头让出去一截 让出去线头的长度是我们起针长度的三到四倍 接下来我们用大拇指和食指把这个线撑开 把针从这个线的下方这样挑起 接下来把针从大拇指两根线的下方穿过去 把外边的这根线这样挑过来 挑过来以后呢,我大拇指活动一下 让这个线顺扭了 然后呢,再把食指这边的线这样拉过来 拉过来以后,从大拇指上面的两根线中间这样穿过去 然后把线这样拉过来 一针就起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这样拽一下 就是大拇指这边的线转一下 接下来我们继续刷遍的方法 把针从两根线的下方穿过去 把外侧的这根线拉过来 然后把大拇指活动一下 这个线圈就比较正齐一些,比较直了 然后再把大拇指这边的线拉过来 从大拇指两根线的中间这儿插针 然后这样拉过来 把大拇指这边的线这样拉直了 拉紧了 我再来一遍 我再来一遍 大拇指和食指这样撑开 从两根线的下方穿过去 把大拇指外侧的线这样拉过来 拉过来以后呢 再把食指这边的线这样拉过来 从大拇指两根线的中间这儿插过去 再从下边把这个线这样拉过来 把大拇指这边的线拉紧了 我们熟练了以后呢 速度就能快一点 速度就能快一点 这是起针后的效果 这个边比较厚实一点 两边级边上是一样的 我们起完针以后 上面喜欢指什么针法就指什么针法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想看更多的视频 请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